Eason呢 我要介紹一個 不用到日本也不用到香港 在台北就可以看到的 而且你知道它距離我們多近嗎 近到我們現在這棟攝影棚 你往下走 再走個15分鐘 就可以到它的登山口 從這邊開始15分鐘 對 從這邊開始15分鐘 什麼地方 它是在內湖的一個這個 不要講美麗華之類 是天然的 還是某棟大樓的頂樓 它是在內湖的一個巷子裡面 然後那個巷子都是民宅 非常正常的一個巷子裡面 你走到這個巷子的最底 然後你會發現一個登山口 然後順著那個登山口 慢慢慢慢的往上爬 而且它的難度不難 它的坡度也不會 這是走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 因為像我們如果平常 怎麼看起來蠻危險的 對啊 一個不小心就掉了 因為它這個 這個石面蠻粗糙的 所以你走的時候 對 有止滑效果 而且它會有剛好一階一階 很像是樓梯可以讓你踩的地方 對 所以你踩 你爬起來不會很辛苦 然後像我們在陽明山 或者是在北投那邊看夜景 很時常會發現那個樹 就是太茂密了 所以有很多角度 會直接擋掉一整片 對 但是這個地方它是完全的 它的樹都是非常非常低 這是你嗎 對 是我 那我那個時候是下午去 所以我發現它非常非常空曠 但是因為它非常非常空曠 所以它的視野就會非常好 然後到 我們就下午的時候 開始爬上山 所以你到這個山頂上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看到那個夕陽 整個照到台北市這樣子 橘橘黃黃的 然後等到完全天黑的時候 帥哥 對 為什麼有點 國中生屁孩的感覺 因為這個難度蠻高的 不要從那邊跳過去 這個 沒有 這個石頭差不多兩三公尺 所以其實在上面拍照的時候 你這樣照片拍了幾 多久才有這一張 差不多七八十張 漫中選一的一張 對 然後我們在那個地方 從夕陽的時間待到晚上的時候 哇 你可以拍一整片 然後你可以看到整個 信義區的夜景 這是什麼叉叉岩嗎 很厲害 那個是 類伍的叉叉岩嗎 叫剪刀石的地方 剪刀石 因為它是幾乎可以到360度 是完全的 對 完全沒有距離 向山也很像這裡 有一點沒有距離 對 這個沒像相片 非常非常漂亮 向山很多人 向山很多人 對 大家都知道 對 然後它這個地方 是比較少人去的這樣子 對 內行 所以你看到夕陽的 你比101還高了耶 夕陽是差不多從這個位置 是比101還高 它是15分鐘可以到嗎 這邊 沒有 15分鐘走到登山口 然後在走上這樣摩住 那是他不是 他剛剛也要走上去 先吸引你到登山口 我要跟他說 他剛剛有講 他剛剛有講說 大概15分鐘可以走到 小字的概念 上去也是要一段路 上去差不多40分鐘 你那種很小 衣服就是150元 然後那起狠狠 對 因為這個有一些網美 會怕累 不會 穿高跟 對... 你騙他15分鐘 他就真的穿高跟去 以為15分鐘就跑 對 你看他會被修理 沒有... 這個登山路線是親民的 很多那種東區辣妹 也都會去爬 會嗎 會 運動的 他穿對鞋子 對 天后蕭雅軒 他也有上去爬過 所以他曾經在這個地方 你怎麼知道 我看他IG 這個不錯... 有影片是不是 有影片嗎 對 看一看...來... 你好專業喔 然後我請我朋友 用手電腦打燈 慶祝一下 真的 因為剛剛那個照片 那個 捨可數據都是要配配的 該不也是特勤隊的朋友 對... 你們關係好像... 他就很喜歡到處去打 你們關係好像滿肥淺的 對 滿深的...